余小梁 我亲爱的蜜蜜给我打电话 喂 蜜蜜啊 余小梁 你干啥呢 咋的吧 你说事 你能不能帮我动忙 我家电视坏了 你帮我抬楼下去呗 我开会呢 你开会呢 啥动静啊 经理发现我打电话了 飞过来一个盆 你忙你的啊 我家我找网小倩帮忙吧 拜拜 你不等事吗 你们不知道啊 我追求秘密好几年了我走 你困点你去你去玩 你来的外来的不是时候 今天你说李宝洁还找我搬家 李宝洁哪天搬不行啊 我非得今天搬 我告诉你李宝洁一点优点没有 唯独一个优点就是眼光好 看上了我 真有意 街坊邻居们啊 就当啥事都没发生 看见秘密也别吱声 好不好 拜托了啊 拜托了拜托了 在哪儿呢 小倩快点 我来了 来了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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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的天 来了来了 小倩你快点 哎呦我的天 还这么慢呢你怎么 快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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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哪儿走啊 到了 到了 到家了 你家在哪儿啊 这儿啊 这里完了 谢谢我 哎 抱歉 你听我说 趁你啊 东西还没搬进去 咱们赶快到中介 我给你租个 比这房子更好的房子 行不行 换啥呀 半年房租我都交了 你交完你不行 你知道对面住的谁吗 谁呀 秘密 秘密 秘密那你就别告诉我了 不是我说 我说啥意思就是他 你不能住在这儿 这儿危险 你知道这个这个不好啊 对面这个 住的不是人 不是人哪 啊 反正他没事就上吹下跳的 左蹦右踢一点 打 打滚 屁股扑扑扑他 不是人 还上吹下跳的 要我对面住了只猴呗 也可以这么理解 但总之你不能在这儿 他对你非常的有威胁 你知不知道 赶紧走 快走快走 哎呀 没关系 你啥没关系 他打呼噜 他打呼噜 他打的 听他 打的 人打说你咋知道的 他打呼噜 我在保安厅都能听着 哎 没事 我睡觉晨 不怕 这样 你先把东西都送进去 我下楼再取一趟 辛苦了啊 不是 不是 咱好好说 哎 哎 宝洁 你听我说 你要太强了 不是 强了你的问题 我 哎 宝洁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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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天今天是要灭我呀 这假的你 这 就这么巧 搬就搬到秘密对门去了 你说秘密人家还找我 搬电视 你这 这不疯了吗 李宝洁你 真是给我添乱 我跟你说 我已经骗秘密了 咱必须得把这个谎圆过去 啥也别说了 我接下来我就去 我得打扮打扮 那也有疯了 我感到啊 那秘密不得形式 啊 我 我 我跟李宝洁有事啊 我俩 啊 我装备上 哎 谁也别发现 这样哎 伪装起来就好了 看着呗 你说吧 这个秘密也是的 让我搬电视 就我这体格子也搬不动啊 哎 哎 哎 小脸 你来了 哎呦我的姐姐太好了 秘密刚才说你开会 你来不了 这回行了 咱俩一起搬吧 哎 小脸 你说话你说话呀 小脸说话 你干什么呀 这个人真的是 你这好笑 你这怎么的 还还推我呢 还 小脸小脸的 你真的好笑 谁起名字叫小脸呢 我 我不认识什么小脸 我也不是什么小脸 哎 你咋的呢 说话咋变声了呢 哎 是大同天的 还整个蚊帐 咋的 装蒲蜂蜇呢 那什么这个人真的是 我告诉你了 你认出人了 我不是小脸 那你是啥脸呢 啊 我是丢脸 你这个人真的是 你不要抢人家东西 我跟你的那个朋友 长得就这么像吗 行 你你说 如果是带上他 你还能认得出来吗 小脸啊小脸 行行行行 你玩吧啊 好好玩啊好好玩啊 咪咪啊咪咪啊 咪咪啊咪咪啊 咪咪啊咪啊 我是小脸 我是小脸 哦小脸 对不起啊 哦不是小脸啊 搞什么呀 你再边下 我抢你们信不信 你听我说出事了 出大事了 啥事啊 这是谁家啊 秘密家啊 你知道谁搬那儿来了吧 谁啊 李宝洁 那不完了吗 那可不完了 你想想 这个画面啊 秘密还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她搬电视 我说 我开会呢 啊 结果李宝洁就 找我搬 搬家我就来了 你这秘密又看着 不得误会不得伤心呢 我俩以后往下进展 怎么进展呢 对不对小脸 你想想 我们三个人属于什么关系 你们三人的关系吧 我太清楚了 你看啊 你喜欢秘密啊 秘密不喜欢你 李宝洁喜欢你 你却不喜欢李宝洁 你们仨呀 就好比斗地主 你这个地主啊 碰上俩农民 你在想 我这地主抓俩王 先炸谁呢 我先炸你 你在我干啥呀 我一个卖单的 你这牌打电屁好了吧 行行行行 咱先不打牌了行不行 行啊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今天呢 有点不稳妥 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记得帮我化解了 听见了吗 啊 秘密要是问你 小脸呢 你就说小脸 开会呢 秘密 小脸开会呢 他开会这时我知道 你俩在我楼道里 开的是什么会呢 开的是会不会再都不会了 开的 其实秘密我来 我是想给你惊喜 对 对就是那种 出其不易 闭自闭的那种 感觉你能明白吗 我好像明白点了 你想突然间出现 给我惊喜 帮我办电视 没了 哎 那拿这些东西来干啥呀 小脸你聪明 你摘下了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 给你买的 啊啥呀 你愿意啊 愿意 秘密啊 是这么回事 小脸啊 给你买了这些东西 想给你个惊喜 李小脸你太有心了 你俩还等啥呢 搬进来吧 干吗 干吗 这个怎么整个 东西呢 搬进去了 搬挺快呀 哈哈 接着搬 哎 哎 看给你累了 哎呀 我给你下楼买 可得极圈牙口吧 你接着往里搬 等我啊 不用了哎 小心啊 等我等我 你别别别 别拿东西了哎 抱歉 完了 哎 哎 哎我的妈呀 小圈 你再猜一下 这个东西是 是怎么回事 又是一个惊喜 小脸 你这惊喜来的都挺快呀 是 主要那快递送的快 有快递 哎 有个快递 那些可可可快了 快 小脸 我给你买什么了 哎呀我的妈 肯特基全家桶 哎呀好点 我钥匙拉进箱子里了 箱子呢 箱子在那屋 啊 那个 宝洁呀 哎 快走 哎 别回来了啊 好好好 快点走 哎呀 不对啊 我刚才进的哪屋啊 这屋 那 我家是这屋啊 是 不是猴子家吗 茂妹得打扰一下哈 請问是哪只猴子家 是 小脸啊 这缘分来的太快了哈 这么快就碰上了他俩 那个 惊喜是一个接一个呀 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惊吓了 不可能 来吧 拿着 我给你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位快递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猴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我还得开会 告辞 站住 我怎么就送快递了呢我 就是 你不腿长吗 行 你走到快 就是送快递是吧 嗯 快递我听懂了 余小脸你过来 我这只猴 我觉得你有必要也解释一下 你这是 你 你啊 就是平时聪明灵力活泼 在我心里面就像一个可爱的小猴一样 啊 不对 你刚刚还说人家不像人呢 嗯 对 你像人吗 你啊 你分明你不是仙女啊 你啊 你还说你叫打呼噜呢 谁啊 他吗 打呼噜是他 他打呼噜就打呼噜 秘密打呼噜 那不叫打呼噜 他叫小相憨 你什么变得去吧 小脸 过来 我打不点呼噜你怎么知道 对啊 我想像的 我实在变得去 我跟你们俩说实话 秘密啊 在你给我打电话之前 我已经答应好了李宝杰给他搬家 没想到这个时候你电话就出现了 你说我对你的那片心 你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 我就想要 让你心里舒服点 你说我帮他搬家 你万一碰着了 你说我跟你撒着谎 到时候你是不是心里不得劲啊 这么说你能理解 理解 他这个理解也太请客了 你能不能说一下 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理解这个事儿 没啥问题啊 余小脸 你挺讲诚信的 你看哈 你先答应了他 这个助人为乐 也得分个先来后道吧 余小脸 但是我有件事不明白 你骗我干啥呀 因为我心里都是你 确认不游戏 确认不游戏 我感觉 宝洁是吧 你帮过来了 你好我是秘密 听小脸提过你 宝洁你是有啥误会啊 我跟于小脸 其实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真的 真的 但是现在咱俩关系不一样了 对门邻居啊 以后咱俩好好相处啊 就这样 你好 我叫宝洁 多多关照 你好 这样啊 我正好买了肯德基全家桶 到我家一起吃吧 等啥呢小脸 来吧 哎 哎 我家也有肯德基全家桶 小脸 来我家吃 偶尔让我潇洒一半 我还不会的呢 这玩意讲的挺尴尬 你说小脸 这种局面 你这 你不用考虑我 我去谁家吃都行 什么呢 行了 你俩别考虑了 宝洁来 啊 这样啊 这一桶呢 留给你俩 咱俩是这一桶 正好宝洁 你东西全在我屋内 我帮你手势手势吧 走 哎 雨昌俩 再见了啊 他俩好嘞 他俩整一块都认识了 是啊 哎小脸 你吃 我真的不敢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局面 你说说 我怎么想不明白呢 这事啊 我那太明白了 你怎么看明白的 这全家同啊 得趁热指 哎啊啊啊 唉 真好结束 哎 咱俩的你给我留一块儿啊 你这人不行啊